北韓的生化武器又來了 在昨天晚上又有這個搭載了糞肥 還有垃圾的氣球空飄到南韓境內 而且很多是落在了首爾 經濟道跟仁川地區 甚至連江源道的村莊也發現了 這一種會晤垃圾氣球 那麼當局就認為 這次挑釁主要是為了抗議 南韓的脫北團體 用十幾顆大氣球朝北韓 發送四十萬份文宣 所以以牙還牙 而到目前為止 北韓飄到南韓的這種糞肥垃圾氣球 至少已經超過一千顆了